请问师父 圣经记载上帝以着七天创造天地宇宙 这和佛教觉悟的观点 好像有矛盾的地方 请师父开始 这些经典 讲很多东西 我们当然不懂 教天地不是祭天 听懂吗 虽然他说祭天 他们天堂的天 跟我们现在的天 也不一样 哪里教天地七天而已 他们说就是用笔录 我们了解那么繁复的书水 这算很清楚七天 一天两天就不一样 假如说释迦牟尼佛 也说很多故事 我们都不懂 假如说他说 好久以后 这个世界会消灭掉 然后就没人 多数的人都跑到光阴天去 然后从光阴天 好久以后 这个世界会变成成处 然后那些光阴天的人 又再跑上来诸 然后又去变成凡天 又再变成怎么样 怎么样 有光 有自在 然后越来越堕落 等等 那我们也会问他 观阴天是什么意思 他又不回答了 知道吗 那解释太多了 解释到什么时候 所以有的时候 经典里面 用那个笔录 讲给一些那个 所谓的简单的头脑 让他们满足一下 因为我们人都喜欢答案 一直问一直问 假如说天地找几天 然后就问那个天地是从哪里来 所以我们就倒了 然后有一个人就问 丹先出来 或是鸡先出来 如果去的话 那他从哪里出来呢 如果丹的话 那他丹从哪里出来呢 然后有一个人他说 好 我知道了 先有丹就对了 你应该相信 你不相信 你就是外道 好 那我们一起相信 很麻烦 师父有一个最好的答案 就是我们一起上居 然后抓这个上帝 然后问他 就比较安全 是不是